续言,一名被自杀的男人在1996年1月,一名叫Phil Schneider-菲尔施奈德的美国地质工程师被发现死在自己家的浴室内,他的颈部被钢线紧紧缠上,身上呈现多处瘀伤,明显的死者在死前曾经受过不人道的折磨, 但整件事情最令人震惊的地方是,警方竟然对传媒说死者是自杀,当警方的解释事出后,立即在公众掀起轩然大波好吧,这事发生在美国,如果发生在中国大家则不用大惊小怪,纷纷讨论这宗神秘的案件,基本上,没有太多人真的相信警方的说法,认为事情一定另有内情, 究竟是什么原因逼使警方向公众隐瞒真相,黑手党,政治丑闻,于是一件显为人知的道西战争被显露出来,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道西战争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指出Phil Schneider被灭口的原因,可能和他在七个月前一次大学的演讲有关, 1995年5月,在一次大学的科学演讲中,Phil Schneider和大家披露了他在1979年,为美国政府工作时的骇人经历,而那些内容不单只是美国政府的机密,甚至关乎全人类的命运,根据他的演讲内容, 在1979年之前,Phil Schneider一直在一间建筑公司担任爆破工程师,这间公司专门为军方新建地下设施, 在1979年,Phil Schneider被公司委派到新墨西哥州到西区位,一处寸草不生的沙漠地区, 协助军方新建一座大型地下军事基地,军方计划在沙漠地底挖四个大洞,再把他们连接起来, 而Phil Schneider的工作则是在洞口采集一些岩石并加以分析,再用来选择适当的爆破工程, 虽然这次计划派出的陆军特种部队的数目比平时多一倍,但对于一向有参与军方计划的Phil Schneider, 不会使他特别的惊讶,直到有一次,Phil Schneider连同66名同事包括特种部队, 被派到一个刚刚炸开的洞穴采集样本,他们才察觉此次计划非同小可, 那个洞穴是整个工程中最深最阔,足足有一英里深,四英里阔, 那可是整整一个城市的大小,但最让他们惊讶的地方是, 那个刚刚炸开的洞穴吹出来的竟然是新鲜空气,但根据地质学来说, 那地区根本不可能有天然洞穴,新鲜空气意味着有人比他们更早就住在那里, 这点已经足以让所有人警戒起来,有部分持乡的人,包括Phil Schneider也打开了保险车, 以防万一,根据Phil Schneider的证词,他是第一批遇到地洞的主人的小队中其中一个, 他们一队人从没有想过他们竟然会在深邃的地底中, 遇到一大群那些只会在科幻电影中出现的天外来客,灰人,Grid, 而且还是七尺高,基本上双方没有任何交流, 生物本能驱使他们立即交战起来, Phil Schneider二话不说,马上拔出挂在腰间的手枪, 砰砰打死眼前两只巨大的生物或怪物, 但随后发现他们的数量远比他们多, 起初洞穴只有三十只灰人,随后他们呼唤更多的同伴赶过来, 最终有七十只外星生物和他们进行生死搏斗,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到夕战争很快, 暗黑的地底便成为人类和外星人的战场, 尖叫声, 打斗声, 火枪声在庞大的洞穴里回响不断, 双方都陷入苦战, 那些灰色巨人并不是跑龙套, 他们也有自己的武器, 一只会射出高热蓝色辐射的盒子, 在战乱中, Phil Schneider被那些神秘的蓝色激光射中, 像蛇一般的火焰立即吞噬他的左手和左胸, 那些火焰甚至连指甲, 也可以烧成炭, 幸好在旁的一名特种部队马上赶过来, 把Schneider身上那些巫术般的火焰铺锡, 再把他拉到最近的升降机, Schneider才可以逃过一劫, 当Schneider醒过来时, 已经身处在医院, 军方没有对他透露太多, 只知道当天在地底战斗的66人, 只剩他和另外两个加拿大人, 而灰人那边也全军覆没, 军方正式进驻到西基地, 在这次到西冲突两年后, Schneider继续在原有的公司工作, 除了一边帮公司研究飞行器外, Schneider还努力搜集和外星人相关的情报, 随着Schneider手上的机密资料愈来愈多, 他发现原来美国政府在很早之前, 已经知道这些外星生物的存在, 跟和它们进行各种不人道的勾结, 我们会在下面详谈, 在1995年, 以及是他死前的两年, Phil Schneider决定对外公布到西基地和外星人的存在, 并要求美国政府向公众说出真相, 他的演讲不单只揭露了到西基地的存在, 还包含了秘密政府各种可怕的计划, 例如几百公里长的囚犯火车和外星飞行器, 当中最令人震惊的地方是, Schneider准确预测了2001年的911奇迹, 他的演讲是在1995年, 来到演讲最后, Phil Schneider说自己已经有八个战友被自杀, 而且暗示他自己也可能是下一个, 但他决定不畏强权, 宣布将会把有关秘密政府的14000多页文件上传到互联网, 当时在场的大学生的反应, 可能和屏幕面前的你一样, 认为Phil Schneider的演讲只不过是一个疯子在胡言乱语, 只能用作茶余饭后的话题, 直到一年后, Phil Schneider被人发现倒卧在自己的公寓里, 气绝身亡, 就正如自己预言一样, 虽然没有证明Phil Schneider的死是军方下手, 但就好似一男一女走入残侧, 然后数十分钟才衣衫不整地走出来, 有时一些事情不需要太多证据的, 但是关于到西基地的讨论, 并没有像某些人预计般, 随Phil Schneider的离去一并归入尘土, 反而因为Phil Schneider的被自杀,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他死前的演讲来, 除此之外, 越来越多人, 无论是前一人还是军人, 都站出来, 拿出各种有力的证据, 来证明到西基地和秘密政府的存在,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浮上水面, 世人发现原来Phil Schneider的遭遇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我们的美国政府, 或者是秘密政府, 和那些不怀好意的外星人进行的勾当, 原来比想象中还可怕和复杂, 其至有一场不为人知的星球大战, 曾经在我们的脚下悄然进行, 那场战争的名字叫道西战争,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道西战争道西战争, 人类对邪恶秘密, 政府和外星人的反抗, 关于道西战争的见证和文献, 数量都太多了, 小编在这里不把它们逐个详述, 只选择两个比较有名的见证, 它们分别是前道西基地管理员Thomas Castello的经历, 和一本叫The Dallas Battle Report 道西战争报告的英文书, 后面会附上道西战争报告的详细篇, 恐怖的外星实验室, 道西基地管理员的挣扎, 由1961年开始, Thomas Castello便一直在美国政府担任军事摄影师, 由于他表现优秀, 所以在军队升迁得很快, 先后担任过空军摄影师, 高级安全人员等等, 他于1963年和一名叫Kathy的女子结婚, 其后生了一名儿子, 埃里克, 在1979年尾, Thomas Castello突然收到军方的秘密指示, 被委派到新墨西哥州的道西基地, 担任保安系统专家, 其工作内容是负责监察和维修地下基地内所有的闭路电视, 并在适当时候担任访客的护卫,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道西战争起初, 军方高层对Thomas Castello和几个新加入的同事说, 道西基地的一个医疗实验室, 专门研究一些世纪绝症的解药, 里头所有的实验体都是一些患上严重精神病的人, 所以从不太人道的人道立场来说, 也勉强可以接受, 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漫天大谎, 但除了以上这个谎言外, 军方高层没有再围到西基地内其他事情做任何解释, 甚至还要求他们遵守三大禁令, 一,不准和外人提起到西基地, 二,除非有更高层的批准, 否则不能走到工作范围以外的实验室, 三,禁止和任何基地内的精神病人接触或谈话, 如果违反以上守则, 除了军事处罚外, 还会被判死刑, 对于一向在敏感位置工作的Thomas Castillo, 这些保密守则他在熟悉不过, 当然这次也能毫不迟疑地全单接受下来, 直到他在闭露电视见到第一只灰人之前, 而且不只是一只灰人, 是数以千计的灰人和蜥蜴人, 他不禁想象数以千计的灰人和蜥蜴人, 竟然居住在这个地下基地, 对于从未见过外星人的Thomas Castillo和其他同事, 当然被眼前军旅班的外星阵营下的目瞪口呆, 但因为他们本身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人, 总算能勉强压下自己的情绪, 不让自己惊慌失措浮于脸上, 但当他们正式工作时, 才发现事情远比单纯的第三类接触更可怕, 更残忍, Thomas Castillo的职位在保安组是属于高层, 拥有相对比较大的自由度, 可以借维修闭露电视的名义, 进出较多的实验室, 他发现到西基地根本和所谓的医疗实验室风马牛不相及, 反而是他有生以来见过最高科技的实验室, 在道西基地, Thomas Castillo看到那些理论上只存活在人类幻想中的科技, 星航操作, 精神控制应用, 快速的人体克隆, 能量物质转移, 但当中最让Thomas Castillo感到恶心的是, 在基地的第六层有一个叫做动物园或噩梦长廊Nightmare Hall的基因实验室, 那个像运动场般大小的实验室, 摆放了无数的笼子和玻璃冷冻箱, 就好像电影《异形》那种, 里头除了经过基因改造的鱼类, 海豹, 鸟类和老鼠外, 还有一些被活生生改造成七手八脚, 直离破碎, 器官错乱的女人和小孩, 她们就像真情一兽般被关在笼子里, 更加恐怖的是, 她看见一些被注入了野兽基因的人类, 变成畸形的兽人, 例如巨型的蝙蝠人, 老鼠人, 狗人等等, Thomas Castillo发现到西基地, 根本不是什么医疗实验室, 而是一个人类史上最偶心和最变态的生化实验室罢了, Thomas Castillo察觉到不单只是自己, 其他和他一样新报道的同事, 开始发现眼前这个地下基地邪恶的本质, 并感到无限的不安和恐惧, 他有时候会看到两三个同事聚集在办公室的角落窃窃私语, 神情恐慌的样子, 有的更直接向他表示自己的不舒服, 并提出联合起来, 一起反抗, 虽然他职责上是要阻止他们并向上司汇报, 但经过内心一轮激烈的挣扎, Thomas Castillo最后决定遵从自己的良心, 反抗工作上的不义, 和其他同事暗地里联合起来, 一起发掘到西基地真相, 在一些好心的蜥蜴人的指引下, 他们得知第七层还隐藏着更可怕的真相,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到西战争, 于是Thomas Castillo决定利用自己的工作权限, 来到这个神秘的第七层, 他在第七层找到的竟然是数以万计你没有看错, 是数以万计的人类来的当中包括男人, 女人和小孩,但以后两者数目最多, 他们全部都被关在一些简陋而狭窄的笼子里, 情形就好像内地的狗只屠宰场般, 他们绝大多数都被注射了高浓度镇定剂, 精神模糊,软胎在笼子内, 绝望地等待死亡, 或者比死亡更糟糕地来临, Thomas Castillo之后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举动, 他毅然决定违反禁令, 和那些精神病人谈话起来, 虽然因为长期被注射镇定剂, 大部分病人都不能正常地说话, 但Thomas Castillo仍然能勉强套取到数十个病人的名字和住址, 趁着下一个假期时, 他立即把数据传送给警队内的朋友, 询问那些病人的数据, 他发生那些所谓的精神病人,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全都是失踪名单上无法解释那一栏的人物,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到西战争之刀可怕的真相后, Thomas Castillo和他的同事都陷入恼怒和恐惧之中, 他们一方面憤恨政府背着人民和外星人进行这些邪恶的勾当, 竟然放心病狂到绑架自己的人民来做人体实验, 另一方面, 他们对于自己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而产生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力感, 毕竟, 他们的亲儿的数据全部都在军方数据库里, 而且全都住在附近地区, 只需用几小时车程, 便可以把他们运送到噩梦长廊, 不但不难, 甚至称得上方便, 所以他们一伙人只能默默祈祷, 希望有救兵来打破现状, 拯救实验室里那些无辜的人类, 数个月后, 他们的祈祷终于得到回音了,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道西战争人类与外星人的战争 道西战争正式开始当卡特听到国务卿布里辛斯基的报告时, 几乎吓得由座椅上跌下来, 时间返回1977年6月14日, 美国总统卡特刚好坐在白宫的办公室内半年, 今天, 他的国务卿布里辛斯基首次向他报告国内外星人的情况, 当卡特听到那些灰人和蜥蜴人在自己的国土内, 疯狂地绑架人民和兴建地下基地时, 他的反应和你和我们所有人一样, 感到无限的愤怒和恐惧, 当国务卿说完报告后, 卡特感到茫然若失, 独自在办公室思考了一段颇长的时间, 曾经有人说过卡特是一位保守的老好人, 所以就好像所有老好人一样, 卡特最后做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决定, 他成立了两个秘密部门, 专门对抗那些邪恶的外星人, 他和国家安全局背着很多人 如果你明白我意思成立了两个秘密部门, X部门和Z部门, 当中X部门负责收集所有关于外星人 在地球活动的情报, 而Z部门则负责消灭任何威胁美国或人类的外星生物, 当中Z部门里又有一支特别秘密部队, 叫戴尔他部队, 是由海陆空军的精英组成, X部门在1978年开始得知盗西基地的存在, 之后他们一直努力收集各种情报, 最后卡特政府在1979年尾决定, 对盗西基地来个总攻击, 以下是一些他们在1979年的行动前, 收集到关于盗西基地的内部运作的情报, 当中关于神秘的第七层的描述, 比Domas Castello所讲的更加恐怖和丑陋,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盗西战争盗西基地, 总共住了有37种外星人, 当中以灰人和蜥蜴人为主, 而蜥蜴人又是灰人的上司或领导阶级, 其实那些外星人由大老远的银河系, 来到地球的墓地, 除了进行人体实验外, 背后还隐藏着两个更可怕的墓地进食和性欲, 在37种外星人中, 有25种热衷鱼和人类女性性交, 而盗西基地在星域中也享有仿如姓都东莞的美名, 每星期都有不少外星人来来回回, 原来那些盗西基地的外星人除了把绑架回来的年轻女性充当实验体外, 还会用作性奴来任意玩弄, 她们会首先把那些年轻的女性绝育和用特殊荷尔蒙处理, 使她们变得适宜和外星人性交, 之后还把她们扔往第七层的妓院, 有的外星人还会利用克隆技术, 大规模复制年轻女性, 用来充当纯粹性玩具, 除了发泄性欲外, 另外有八种外星人, 还视人类为美味佳肴, 当中包括大家最为熟悉的蜥蜴人, 蜥蜴人天生为肉食性, 她们在几千年前更有吃人的习惯, 她们喜欢吃人, 但不会吃死人, 只吃活人, 还特别喜欢吃饱受惊吓的小孩, 因为除了肉质鲜嫩外, 肾上腺激素激增食所产生的能量, 更是最好的调味料, 除此之外, 人类对于外星人还有很多用途, 例如无限制采集女性的卵子或抽取胚胎细胞, 来为外星人的皮肤美容, 有部分女性更被改造成乳牛, 为某些外星人提供人奶, 在军队里, 有部分经历过二次大战洗礼的老军人, 深知女性在社会和战线上的贡献, 对女性有种崇高的敬意, 当她们看到以上的报告, 知道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女性被外星人绑架来做性奴, 而且还要在自己脚底下, 她们都感到怒气冲天, 认为不能再容忍那些外星人了, 决定来个大反击, 解救到西基地里的女人们, 但激情是激情, 仍然需要冷静和理性来计划行动的, 毕竟, 那是个高科技的外星基地, 拥有比白宫更先进的保安系统和武器, 所以任何事情都要事先仔细部署,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道西战争首当其冲第一个难题是飞行器问题, 道西基地唯一可供军队进出的降落区是专业卫星型机而设的, 只能给一些可以垂直降落的飞行器进出, 例如UFO和直升机, UFO可以利用电磁推力, 轻易地直奔上50里的高空, 但军方没有办法可以在短时间内偷到一架, 而直升机则升落太慢了, 而且容量太少, 很容易遭外星地面部队围剿, 幸好, 贝尔公司在几年前发明了一台叫X-22的垂直飞行器, 军方几年前买下了数台, 刚好在这大太用场, 你们可以在Google找一下X-22的照片, 你就会知道原因的了。 另一方面, 经过多年的情报搜集, 他们得知某些空气中对人类无害的细菌, 例如花粉热, 对那些外星人却是致命疾病, 所以他们决定先破坏最底层的空气过滤系统和主发电机, 用来拖延外星人的攻势, 之后主力部队再直攻到第七层的噩梦长廊, 解救那里数以千计的女人和小孩, 其余部队则在其他楼层守候, 防止外星增援, 但就好像所有军事行动, 以上的内容只可以称为计划, 实际的情况永远只有上帝才能掌握, 其实所有事情一直都很顺利, 到西基地的防卫比预期松散, 军队很容易就攻破了头五层, 直到戴尔他部队真的攻进了噩梦长廊, 事情突然变得糟糕, 而且是非常糟糕那种, 虽然他们轻而易举的炸开了第六, 七层的大门, 只用了四十五秒便把全层的警卫消灭, 但很多特种部队进去噩梦长廊前, 都没有太大心理准备会看到什么, 所以当他们看到数以万计的冷冻桶, 里头在满各种恶心可怕的基因改造人类, 例如多手多脚的人类, 人数混合体, 很多士兵都忍不住当场呕吐起来,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 当他们到达第七层时, 那里被囚禁的无辜人类的数目比预期的多了十倍, 当初情报表示到西基地, 只有数千个被困的人类, 所以他们只准备了小型的飞行器, 但现在光是第七层的阶牢, 便超过了三万个受害人, 更加不用提还有另外一万多个受害人, 已经被绑在一些地下高速列车上, 上头标示目的地, 研究测试或玩乐, 远超出预期的受害者数目成为了一个严重的变量, 原本预计在半小时内完成的计划被硬生生打断, 很多部队原定的攻击任务也被逼停止, 改为尽量拯救受害者, 根据其中一位参战尚未Leaders的报告说, 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良心驱使我们不能留下那些可怜的女孩不理, 她们不断在笼子发出丝干猎胆的尖叫声, 但另一方面, 却有数以千计的外星士兵正乘坐那些高速列车, 由不同地方的地下基地赶过来, 追杀我们, 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想出最有效的撤离方法, 战况急转直下, 那些外星士兵已经到达地下车站, 但那里只有一队人数不多的小队死守, 其他小队都用来协助受害者逃生, 那些外星士兵拿着先进的武器突击, 很多人类士兵在短短数秒内被蒸发成气体, 但幸好在另一边, Levels尚未那一队成功架开两个通风景, 大大加快疏散人群的速度, 一小时后, 军方高层眼见情况愈来愈严峻, 终于下令全军撤离, 所有军人立即没命式地逃离这个梦魇般的外星基地, 把获救的人类由军车和飞机运走, 除了人有的飞行器外, 当中两个出色的军人David Grex Jr. Leigh McNair成功集结了两架外星人飞船, 直飞向51区, 但纵使如此, 整场行动最终只带走了3600名女性, 还有数以万计的女性仍然遗留在道西基地中,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道西战争舍身成人, 究竟在特种部队攻过来时, 我们的管理员Thomas Castello担当怎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Thomas Castello当时的处境比任何人都危险得多, 因为当特种部队攻进来时, 他们全都被当作敌人来狙击, 总共有68位Thomas Castello的人类同事被误当敌人杀害, 但其实当中有不少暗地为军方提供情报, 但幸好, 我们的Thomas Castello和另外12位同事, 趁混乱时逃离道西基地, 并带走很多日后成为道西基地的证据的照片、文件、影片, 但当Thomas Castello想联络自己的亲儿时, 发现他们已经被秘密政府的人转移到安全地点, 并警告如果Thomas Castello不立即返回工作岗位和交还数据, 他的妻儿将会更加安全。 熟悉道西基地的Thomas Castello深知 其实他的妻儿已经死了, 或者彼此更加糟糕, 他现在回去只会陪葬, 所以他决定踏上亡命之徒。 随后数年, Thomas Castello过着亡命之徒的生活, 不断由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国家, 他不断在世界各地进行演讲, 和世人揭露到西基地的存在。 虽然有很多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一名疯子, 但仍然有不少人被他充足的证据说服, 加入对抗秘密政府和外星人的阵营, 但最后在2009, 传闻Thomas Castello在中美洲的一个小国, 哥斯达黎迦,被意外身亡, 但没有得到媒体的证实。 但无论如何, 至此之后, Thomas Castello一直下落不明,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道西战争现在的道西基地, 关于道西基地的故事证据, 其实在网上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前军人或议员站出来, 为道西基地提供更多的证据, 笔者写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大家有兴趣深究, 可以在Google照一找, 但主要语言为英文, 至于现在的道西, 其实道西本身不是什么军事禁区来的, 它是一个人口只有300人的小城镇, 除了一些基本的设施, 还有一间教堂和一个飞机场, 即使我们这些普通人, 也可以去观光, 但有不少亲身到过道西的网民说, 他们在那逗留不久后, 便会有一些穿着黑色西装的人, 或一辆黑色的车辆跟踪他们, 或者企图叫他们即刻离开, 前方面, 道西基地事件计划真实性分析的BuzzBattle Report 道西战争报告, 道西计划是政府跟外星签订互不干涉条约, 外星人给政客们提供外星科技, 政客允许外星人在地球抓人做实验, 人类变成畜生一样, 被外星人玩弄与实验, 一群军官看不下去了, 秘密组织起来反抗, 救出了一些被困人群, 之后, 军官遭到政客的暗杀, 洗脑, 终身监禁等等, 用一切手段封杀真相, 后来, 编剧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拍成了科幻电影, 这里讲述的是一位军官的真实回忆, 内容从网上得来, 读者自辩, 心脏弱的, 不能相信, 或不能接受这无法想象邪恶的读者, 请不要看, 因为他会激发你的愤怒, 不幸和同情, 希望你在看完, 惊吓之后, 这份报告能够让你自我承诺, 愿意去寻找真相, 建立对抗邪恶, 制造混乱的世界精英, 你的理性让你有最大的挑战, 来相信这份报告, 你内心的愤怒会趋使你去查验这报告的可信度, 让致时增长, 秘密政府的科学家与外星力量合作, 把人类当农场群处一样的养殖, 这是1947年杜鲁门总统与外星人的条约协定, 允许绑架人类做生物实验来交换外星科技, 这样秘密政府精英们就可以像看门狗一样的, 管理人类农场的羊,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道西战争, 在新墨西哥道西印第安保留区附近, 有一个世界戒备最严的秘密基地, 是地球上第一个美国政府与外星人联合的生化实验室, 其他的有科罗拉多州, 内华达州, 亚利桑那州, 阿富汗, 苏俄, 但这里是最大的, 在那个时代, 主要军事单位主管, 都是将年轻女性视为未来母亲, 当成保物予以保护的思维下, 得知了数以千计年轻女性被绑架复制, 被外星人用来做性奴, 让这些人认为太过分, 不能容许继续下去。 国务卿布里辛斯基在1977年6月14日, 向卡特总统做了有关外星人简报, 让卡特大为吃惊, 国家安全局私下为对抗外星人, 成立了X部门, 搜集研究外星人, 及有关威胁美国或人类的行动, Z部门, 消灭和处理任何威胁美国或人类的行动, 根据卡特的秘密命令, Z部门, 组建了一支特别秘密部队, 人员重新成立的戴尔他部队, 及空军特别行动队, 海军海报, 及陆军由骑兵而来, 他们的保密程度是在出任务弹外, 才告知戴队军官任务, 这部队的指挥官是Captain Mark Richards 马克, 理查兹上尉, 他之前已和外星人作战多年, 在1978年Z部门就已探到消息, 数千年轻女性由使馆造出来, 供外星人做戏奴, 但外星人不满意, 使馆人的受苦, 恐惧反应没有真人强, 决定绑架更多真人做实验, 基地被扩大到可容绑架超过千, 75、000人, 预计目标在1980年可达一万人,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倒需战争倒需基地, 用Los Alamos生化实验室研发的制程, 来复制年轻女性, 这样秘密政府的精英们, 很快就能使用这些奴隶阶级的身体零件, 或用来做另外的乐趣, 秘密政府也参与绑架, 并让年轻女性受孕, 怀孕三个月后摘除子宫, 在实验室培养, 做基因实验, 被植入各种装置, 有的可以备用收音机电波远端遥控, 从EDH Archive, DOS Interviews, WC-289487346-80, 访谈第七层状况, 最患, 向外星人的性变态忌怨, 年轻女性被带来做实验, 不止让她们怀孕, 还科学化的性虐待数小时之久, 数百个灰人归在那里, 还有其他种类的, 对这些人类女性感兴趣灰人的朋友, 每个星期来来去去, 当真相以明显, 一个秘密的抵抗团体, 在军队及情报机构间形成, 它们不认同与外星人的这种协议, 虽然后来很多人被暗杀或神秘死亡, 或被某种情势封口, 但在1979年, 它们让灰人及支持灰人的秘密政府付出了代价, 1964年在霍勒曼空军基地, 见过外星人的空军金官 Valys Ward Richards外号Dartman, 1979下令攻击到西基地, 而他的儿子Captain Mark Richards马克, 理查兹上尉, 就是进攻的指挥官, 从二战到冷战, 你可以在机密文件中, 不断看到理查兹的名字, 1990末期, 安建12的内部会议, 就已经有不断的争执, 军事情报单位反对用无辜的人民做代价, 这最终促成了道西战,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道西战争, Later on in the Dotspatter Report, It is written, 事后, 道西报告中说, 道西基地有一个爬虫人献人, 事前透露了内部情况, 以便了解敌人, 如何打败敌人, 外星人对人类的阴谋等很多消息, 也有其他的外星人朋友在别处帮忙人类, 祝, 这与Thomas e Costello的说法相同, Costello是道西基地的资深警卫, 发掘真相后想向外揭发, 有数人参与, 也有与爬虫人联合, Costello的故事另一篇在数, 爬虫人是灰人的上级, Costello已失踪多年, 说是被干掉了, 家属也遭殃, 到1979年, 有37种外星人在道西出现, 只有6种有他们自己的飞船直接飞来, 其他为灰人的客人, 都是来做人类的基因及复制实验, 有8种同时也有兴趣, 想把人类当食物来源, 有25种热衷于与人类女性直接交配, 有些需要在事前将交配对象用特殊赫尔蒙处理, 基地显然以兴趣闻名附近星域, 不是所有爬虫人对人类都是友善的, 据李尔利亚说, 早在1933, 美国政府就与非人类有协议, 有人说, 这非人类是蜥蜴人, 他们自称是地球土长, 有认为跟远古恐龙变种有关, 有理论说, 这些爬虫类早期向太空发展, 后再回来, 不算土长, 但也有一些报告, 说在地底沿洞与爬虫人有接触, 分布世界各地, 据研究者说, 这些爬虫人应该就是有些UFO接触者所讲的一类, 也是1992年CBS7入者节目所描绘的生物,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到西战争根据里尔, 政府应该有和爬虫人签约, 事后才发掘他们恶意的本质, 他们只是以签约为手段, 来争取时间去建立对人类的控制, 达到绝对统治的终极目的, 驻耶翰·里尔·朱尔利尔, 是UFO界知名人士, 飞过上百种飞机, 近两万小时飞行经验, 拥有各类飞行, 航管, 维修证照, 为中情局开过飞机, 出任务, 赴为商用里尔喷射机, 利尔·杰普创始人, 像道西这样的基地, 可能收纳了近百种, 人们所无法认知的外星人, 历经数年的掩盖工作做得非常好, 一般人不敢讲说看到飞碟, 怕被别人说疯子, 当道西战时, 究竟有多少外星种族无法确定, 因为很多外星人都不想承认他们曾经在那里, 很多受害者发现他们的绑架者不比野兽好多少, 研究员与个案收集中步伐充满恶意的绑架案, 很不幸的, 大多数邪恶绑架没有报告立案, 因为受害人已消失, 只是全国失踪人口的数字中的一个, 在1970年代初期, 失踪人口数字上升, 大部分为白人年轻女性, 显然她们是主要目标, 侥幸生还的也没有得到关注, 在道西这样的环境中, 可以无限制地采集女性卵子, 杀害胚胎抽取干细胞, 来医治外星人的皮肤, 来创造奴隶阶级, 这种研究甚至用另类生物来满足外星人的需要, 其中一项惊人的发现, 是为了要人奶来育种, 数百名女性被改造成专门生产人奶的奶牛, 攻击计划事先破坏主发电机, 然后尽量破坏设备, 并尽可能救出更多受害者, 计划在1979年秋成型, 由空军准将Edward领导, 组织, 整合部队, 在德州生意人Rossborough, CIA掩护人Edwin Wilson, 及Majory L. Richard手中黑计划Black Ops的资金, 进攻策划在一小股情报官员及支持者下迅速进行, Hairon C. Edward准将集结了一支精锐队伍, Roger H. C. Dowland上校领导一支攻击队伍, 由戴尔他部队, 海军海报, 空军特别行动队, 集调而成, 飞行组员有太空人科学家Karl Gordon-Hannis, 及最好的战斗飞行员和飞员组成, 确实参与人数因目前未解密而不知道, 但知道这这个行动的不会超过数百人, 中心作业由空军太空指挥部, 及国际情报中心Ellisville, Richard JR, 少校所资助, 一场人类和负面外星人的秘密战争, 道西战争这次攻击筹备, 总统, 联合国秘书长, 参谋首长连习会主席都未被告知, 攻击开始也未得到准许和授权, 这些与爬虫人战斗的人违背了领导精英的意愿, 但根据大卫艾克·David E.K的调查, 很多领导精英其实是爬虫人变形的人类挂身, 祝大卫艾克·David E.K是英国人, 是阴谋论的大佬, 他揭露出卖人类世界的精英集团的由来, 英国王室, 美国财阀, 政党黑手的出身, 组合, 血脉, 掌顾, 盘依谋论而不知其名, 就白混了, 到须基地的降落须是为星航距射立, 用电磁推力将飞碟射向50里大气阻力少的高空, 再轻易飞行, 这也是人类部队进攻的门户, 当飞碟从高空进入时, 可以集边缘与空气接触的离子光及空气挤压提前侧道, 进入到须基地时, 降落须将会开启, 攻击队伍将乘机进入, 这不是个简单的伎俩, 基地四周都有探测器, 飞行物和人员距离太近都会触发警报, 而降落区入口太小, 只有直升机适合进入, 但直升机太慢会遭来防御攻击, 就算进入也会马上遭地面部队围剿, 必须要有体积不大, 能快速进入, 有强力火炮, 又能携带相当人员的飞行器, 灰人不认为人类有这种飞行器, 连爬虫人也没有适合这种情形用的飞行器, 但是没人留意到, 贝尔公司的垂直起降实验机X22, 看起来不漂亮, 却刚好符合这需要, 住, Google搜索, 照片X22, 你就知道长得神模样, 因为时间紧迫, 唯一能找到有X22实验机驾驶军验的, 只有Captain Mark Richards-Li察兹上位, 就由他率领第三攻击队, 攻击占领, 守住降落区, 卫后军传统直升机铺路, 并在任务完成后, 保护撤离, 据记录显示, 理查兹上位的是非X22时间, 并没超过12小时, 在组成部队受信时, 作战方案也在计划中, 作战目标, 应变计划制定, 万一失败的话, 不排除核武考量, 随先封部队第三攻击队进入的有航天员David Griggs, 任务试看能不能驾驶现场飞碟撤离, 航天员Renold Irvin McNair作为X22的副驾驶, 航天员Alison S, Anavuka中校及Stuart Allen Russe上校, 则为搜集各类材料, 并用现场飞碟撤离, 为了确保成功, 在可应用范围内, 全面情搜, 前参与到西基地建设作业的John V, Cambles也被说服提供消息, Cambles指出了基地的弱点, 及外星人的弱点, 对一些外在的及人体上的细菌极为脆弱, 人类习惯的细菌, 微生物却可以使外星人致命, 像花粉热, 空气中的微生物, 若破坏空气过滤系统, 很多外星人将无法作战, 甚至死亡, 勤搜越多, 发现越多, 理查兹上尉的父亲曾随伯德上将在南极州攻击纳粹基地, 他们发现秘密政府精英们, 与外星人合作, 从纳粹时代至今, 帮助外星人在世界各地建造基地, 包括南极, 道西, 帮助绑架年轻女性, 给外星人研究享乐, 制造更多地球污染, 绕全球暖化, 变成外星人更适合的环境, 一向惊人的发现是, 有广大的外星人地下基地, 及互相连接的管状高速列车网路, 连消息灵通的情报官都大吃一惊, 助, 这与菲尔·史耐德·Phil·史耐德的说法不谋而合, 史耐德专业地质探勘与爆破, 尊身与地下高速通路兴建, 称与爬虫人交火并受伤, 揭露秘密后被谋杀这管状高速列车网路, 意味着要考量攻击开始后, 其他基地会如何反应, 外星人的援军, 有多快, 有多少, 部队有多久时间应变, 攻击式下进后除绑架外, 会不会对人类进行更严厉的报复, 最后的了解是, 外星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小组织, 各个尽对自己的研究据点及实验感兴趣, 1980年, CIA资料来源的Edward准将报告中说, 这些年轻人所做的是一个传奇, 对抗压倒性数量的敌人与科技, 他们从第一层的机库冲向敌人基地的最底, 第二层的高速列车站及飞碟保养区, 也发生了战斗, 流部队固守防敌援兵, 主力部队直攻下到第七层噩梦厅, 解救了数千百人类受害者, 他们并没有心理准备, 在第六层所看到的事物, 多手多脚的人类, 及牢笼里七尺高达蝙蝠装人形生物, 实验筒等, 外星人在基因上学到了很多, 但是以人类的痛苦与生命为代价, Level上位的部队到了第七层, 炸开了门, 45秒扫除了基地警备武力, 进去后才第一次了解事情有多严重, 找到了囚徒监控系统, 光这一层被关的受害者就有超过三万人, 即运送安全系统, 分送受害者去研究测试, 吉祥乐到62个不同地区, 人数达4600人, Level上位在国际情报中心的报告说到这一刻, 我在立体影像上, 看到无法言语的惨状, 一个各种生理及心理创伤的人类动物员, 眼见年轻女性被凌辱, 我只能想到我数月大的女儿, 我收拾恢复神志, 下令前进, 尽可能释放更多人, 这支部队原来的任务计划是攻击, 尽可能地破坏设备, 在不到半小时内撤出, 但是这些数量众多受害者的出现却产生了变数, 没有任何带队军官说是谁改变了命令, 但据无线电对话录音, 吉木基正人的说法, 只向Edith Holt准将容许理查兹上尉改变任务指示, 尽量救人, Level上尉报告中说, 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不能留下那些存活的可怜女孩, 我们的问题是数量, 有数千外星人要杀我们, 有数千女人在喊救命, 有数千女人远在后面, 我知道我们救不了, 数千外星人援兵开始抵达高速列车站, 我们原来作业准备并不是应付这样的大规模撤离, 往纽约及墨西哥的高速列车似乎仍然畅通, 在确定我们的人守住另一端时, 我们就将这些女孩装上列车, 发射出去, 我们闸开了两个通风景, 这样两个小队可以把女孩们送出外面, 希望她们能够获救, 第四攻击队受到了强烈的打击, 因为她们全力阻止外星人援兵进入高速列车主战, 我知道我们待的时间太久, 但是在那时很难抛下那些可怜的年轻女孩们, 你知道在你眼前无法救出的每一个女孩很快的就会死, 在X-22攻击后一小时整, Ed Holt准将下令撤离, David Griggs及R-E-McNeil两位航天员摸索出让, 两架外星人飞船, 一架是飞碟, 一架是三角形, 飞向51G Area 51, Rosa上校的人也设法让一架碟形穿梭机升空, 带了超过3600女性去安全的基地, 或救生还的女性被带到一些秘密军事基地, 去除外星人的城市, 并附建, 让她们能逐渐重回社会, 而不会存有这些痛苦记忆, 不愿透露姓名的神秘X指挥官说, 就军事情报工作经验而言, 一个不让群众知道的主要的原因, 是真相离我们太近了, 就一个五角大厦发言人来说, 他无法承认, 说在我们脚下五千到一万尺间, 有存在世纪之久的地底世界, 它们的飞行物可以不被雷达侦测到并进入地下, 它们的地下通道在人类历史前已存在, 所有参加或与这次行动有关联的, 都被除去有关记忆, 或用生命发誓手密, 或被上级终结, 那些行动前没出任何力的政客, 精英, 却在事后的封口压制真相上做了巨大的贡献, 负责行动的军官们, 被1981年掌握华盛顿的右翼政客视为英雄, 受到保护, 而那些支持外星人或从中获益的政客, 被逼退缩近十年, 直到老布什当总统后, 外星人开始少量的返回, 到西之战把外星人用地球来制造次人种, 或在不久的将来接收地球的希望打破, 但灰人在1993重新开始他们的育种计划, 而到西基地的低层也在1998恢复运作, 但人数仅为数十或数百, 而飞数千, 空军太空指挥部现在也在追踪有威胁的太空飞船, 他们有秘密飞船可以应付这些威胁, 飞碟现象调查分析在历经五十年, 飞碟迷的调查分析追踪, 变得比较现代化了, 但仍有少量的资料仍然被故意偏向, 1979的倒西传闻在二十世纪末, 变成了一个传奇而已, 在涉及报告中的一些骗子, 仍持续地帮空军掩盖倒西事件, 掩盖倒西基地, 像情报官William Cooper这样的不受掌握, 制导真相的人, 会被各种方式诋毁, 当威胁过大时, 甚至会被消灭, 很明显的, 那些跟政府权威挑战的, 永不容许再回原位, 或重掌权力, 这就是那些变形人精英的思维, 著,William Cooper是一个传奇, 他在八十年代开始四处演讲, 揭露影子政府阴谋, 他的资料细腻地让人不敢相信, 阴谋组织, 阴谋计划, 阴谋作业, 文号, 文案, 参与人, 日期时间, 历任严格等, 中被谋害, 被阴谋论界公认为劣势, 当达奇曼在1996被消灭之后, 他的儿子李察兹上尉在狱中被终身监禁, 知道内情的人必须被摧毁, 只有当反抗分子被关, 被征服后, 这些为自己利益出卖地球阴谋的精英分子才能安枕, 从到西战得到的经验是, 只要有少数训练精良, 装备良好的人类精兵, 又都有意愿, 就可以采取行动, 保卫地球人类, 这会让一类征服地球变得更困难, 军队的部门分割, 及一些极机密的分支, 会让领导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 都搞不清楚, 那些人是敌是友, 像直到此时, 五角大厦都还搞不清楚, 所谓的空军太空指挥部的一些极机密的分支, 到底是否存在, 或仅是一个传奇, 如果人类要长久生存, 并在宇宙的文明世界占一席之地, 要不自己抵抗异类侵略地球, 要不就是将自己臣服某种星际监督武力来保护, 到目前, 有传说这种星际警察跟某些知道的人接触, 但对其他没接触到的人来说, 自卫是唯一的选择, 这些参加1979到西行动的人, 知道上述的现实, 将人类抵抗的任务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他们没有去抵抗, 我们只能猜想内省, 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Secret Treaty秘密协议,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Extra-Terrestrial Entities 美国政府与外星人, By Richard K. Wilson and Silver Burns 作者1979年, 一位退休的奥斯探员在接受采访时声称, 他被要求杀死巴顿将军, 1月18日, 英国商议院就UFO式辩论, 3月28日正如所料, 三里岛事件发生了, 10月, 科学家, 政府军事人员和居住在那里的外星人起了冲突, 66人被杀, 道西战争Terms简称, CAT等于Combate Assault Team, 战斗攻击组, FET等于Filt Attack Team, 攻击空调设备组, MAT等于Material Acquisition Team材料搜集组, IS等于International Security国际维安, DAT等于Victim Assistance Team, 受害者援助组, CUP等于Clean-Up Team, 清理组,